保理国中这业探索中心已经成立了两年了 每一年去印象过5000的林处合成来参考 为了来提升中心的功能 在地团企业18度C温高级金会 以及都为官议官的支持者来成立咖啡教室 并且买了咖啡航导机 技术的咖啡机 未来除了来提升保理国中 技术专办的合成的实施困境 其实可以来提供保理地区国秀合成的提案 向咖啡生涯文化继续来团成幻容 在国家赞助支持者下 国立国中咖啡教室六成就立了 南岳管政府教育出廁的翁少林 记得好的景象 起发学生的学习庆祝 打动体育咖啡生涯文化 我们要代表南投县的大家长许淑华县长 感谢我们这一次的毛董的捐赠这个烘斗机 对我们普里国中这个直癌试探中心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能够更完善 让我们的孩子在于咖啡的课程上面 有更好的这个学习技术的机会 加美教学的成立 提供专业的学习设备和困境 和学习技术专业的学生 以及参考的国小学生体验 校长感谢国家的协助 那这一次这个教室就是参旅教室 对那我们感谢在毛董的支持之下 那包含我们有林芳宇议员 还有黄世芳议员 胡国昌议员 都有在配合款方面的一个赞助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咖啡教室把它建立起来 为了要提供在地加比生的文化 提供学生一个学习的机会 并是日深公约 支持基督教育的毛师傅 这次观赏一台定期的行头技的设备 和学生学习专业的行头技术 各行各业都有它专精的一面 而且也要让他们了解 一杯咖啡好喝的咖啡 从种植到烘豆 再入我们的嘴巴 这个过程当中 都要付出非常多的学习平台 所以希望所有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由我们的产观学的联合 让他们学习更好的人生观 让他们打造未来的梦想以及愿景 在这里感谢我们毛董事长 真的很有心 除了说我爱阅读 我同学的认证巧克力 在外其实他对暴力的公益思维 做很多 这次可以花很多钱 来认证老师来师的红沛基 给福利国中 我相信说 对我们大暴力地区 不管是国小国中 小朋友 在父外教学 一个想后之前的学习 保理国中的一趟中心已经成立了两年 其中包括参入、影师、跃述、武道 连统科技和组组中心以外 增加加比较熟的设备环境 其他未来对技术教育的学习 有更加大的帮助 既在环境观察方报导